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據海外媒體綜合報導 中共多年以基建推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面臨破產 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債台高柱 在面臨中共地方財政遭遇重大金融危機的時刻 中央政府除了極其有限的降息之外 幾乎是不作為 那麼 中共習近平當局是依靠什麼來維持政權的運作和統治呢? 看中國記者就此採訪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學家 時政評論家袁洪斌教授 據悉 最近不斷有大陸的知情人士在網上曝光 指目前中國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財政情況越來越糟 有的已經發展到有相對數量公務員的工資發布出來 連深圳這樣的經濟發達地方也出現了這個情況 袁洪斌對此分析指出 就是習近平根本不懂經濟 他回歸毛澤東原教職主義的具體體現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國際民退 就是強化國營企業的壟斷地位 打擊民營企業 而國營企業在世界範圍之內 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都是一個失敗的這種經濟模式 在中國更是如此 毛澤東時代就是國家壟斷經濟 當時最悲慘的時候 搞到將近4000萬人餓死了 習近平現在要重新回歸到毛那樣式的經濟模式 那麼中國經濟急速下滑 斷崖式的下跌就不可避免 中國的失業大潮也正在湧起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經濟危機是最典型的表現之一 就是地方財政進入極其危機的狀態 公務員的工資發布出來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地方財政原來主要是靠賣土地來獲取收益的 因為土地的所有權歸中共 所以各個地方政府都可以通過賣土地來維持它的財政 第二個原因 就是維持地方財政來源靠民營企業 特別是這種官商議題 互相勾結的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就是中共各個地方財政的奶牛 但是現在在習近平的國際民退的這個整個大政策的摧殘之下 各地的民營企業迅速萎縮 還存在一些民營企業也是萎靡不振 大量外資都在撤出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地方財政已經枯竭 袁洪斌進一步表示 有人把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學叫做習近平政治經濟學 那麼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到目前為止 唯一成功的就是 他成功的複製了清朝末年的那種河山跌倒 嘉慶吃飽的經濟模式 就是習近平 他藉反腐敗的名義 通過整肅百萬中共黨員 以及依附於這些中共官員的 作為這些中共官員白手套的所謂民營企業家 沒收他們的財產 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收益 比如前幾天的孫力軍團夥 光孫力軍團夥的這些被整肅的官員 沒收他們的財產就達到了30億 這還沒有算上依附於孫力軍這個團夥 這些官員的 那些作為他們白手套的民營企業家 如果加上這些民營企業家 總體上沒收財產就達到了100個億 還有一個案例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在不久前 內蒙古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工委副書記 一個理性官員 他只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 他用7年的時間就敛財超過了30多個億 這是中共不久前剛剛公開的案例 習近平就是通過這種借反腐的名義 整肅中共的貪官污吏 沒收他們資產 用作政治社會的維穩經費 同時也用作他準備發動台海戰爭的軍事經費 所以中共習近平當局現在還能夠維持他的統治 而所謂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顯然是不可持續發展的 這種政治經濟學的結果 就是通過發動戰爭來解決他的內部矛盾 但是戰爭一旦失利 習近平所發動的這個戰爭就會轉化為他自己自殺的行為 取悉 現在很多海外媒體都在推測中國二十大政治局人事安排 甚至還有傳聞名單 袁紅冰對此披露 中國二十大有一點已經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一定是忠於習近平的親信們佔主導地位 這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討論 現在這個局面已經形成 現在很多各種海外的中文媒體和自媒體不斷的猜測 什麼二十大上會有什麼新狀況發生 事實上習近平早已經安排好了 在二十大之後 他首先要做的一個重大事件 袁紅冰進一步披露 並且分析指出 對中共黨內良知人士剛剛透露的消息 在2023年到2024年這一年度之間 習近平準備整肅15萬官員 毛澤東當年搞肅反殺人 那是有指標的 在那些特定地區要殺人口的5% 那是毛澤東當年定的指標 當年毛搞反右運動也是有指標的 各個地區 各個單位要揪出多少右派 那麼現在是毛歸習損呀 習近平他也定出了指標 就是15萬 習近平通過在2023年到2024年度之間 整肅15萬中共體制內對他不夠忠誠的官員 通過沒收他們的財產 至少要籌集到2萬億元 用作習近平在2024年發動台海戰爭的軍事經費 現在這個名單基本上已經確定 現在 在這個名單上列於榜首的 是原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有劉雲山團夥 還有李長春團夥 另外呢 就是曾慶紅家族等 是否也列入了這個名單 正在等待習近平做出最後的批示 這是中共黨內良知人士傳出的消息 中共的20大就要召開了 傳言非常之多 習近平連任是否已經成為定局? 20大會不會出事?誰上誰下? 專訪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日前接受法廣專訪時 談論了習近平能否順利連任 以及他連任後的政權是否穩固等敏感話題 胡平10月9日接受法廣專訪時直言 看中共的歷史 沒有哪一件重大事件是黨代會決定的 中共一貫的做法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 開小會解決大問題 解決問題不開會 開會不解決問題 所以在開20大之前 該解決的問題都提前解決了 解決不好不會開會 也許20大以後有可能出事 但是20大本身一定是最沒有看透的 他舉例說 抓四人幫根本沒有開會 華國鋒被迫辭職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一個規模小小的會 迫使胡耀邦下臺的所謂黨內生活會也並非是什麼正式會議 胡平進一步分析表示 中共黨代會的代表號稱是採取自下而上 上下結合 反覆醞釀 足跡臨選的辦法產生的 但既然是自下而上 為什麼還要加一個上下結合呢? 這恰恰表明 下面選出代表最高層不一定認 可以推翻重來 這也就決定了所選代表本身一定得服從最高層的意思 在談到近期海外不斷傳出中共高層內鬥激烈的問題時 胡平表示 那些傳聞當然很有道理 習近平得罪那麼多人 各個方面的人都得罪了 怎麼會沒有人反對他呢? 他認為 最不滿意習的肯定是習周圍的人 包括紅二代 太子黨 對習都很不滿意 但習當局沒有給這些不滿的人任何串臉的機會 所以他們也無法真正抱團去動搖習的地位 胡平表示 實際情形就是副部長及以上官員 三個以上聚會較向上級匯報 凡是私底下聯繫的 習都認為這是非組織活動 現在更是一個健康碼 把誰都看住 你到哪去都會知道 他表示 軍隊也是一樣 習不停地調換軍隊將領 就是要防止他們互相之間串通 那些大京區司令員 副司令員 互相根本不認識 或者互相不熟悉 彼此無法完全信任 每一個人都是孤立的 你不能和別人採取集體行動 你擔心別人會把你出賣掉 所以別人出來反對 你也不敢輕易表示支持 法廣提問 很多人總覺得中共黨內鬥爭很激烈 會在二十大這個非常關鍵時刻爆發出來 按照胡平的分析 習連任已成定局 那麼他今後是否就一定會穩坐大位呢?甚至終身執政呢? 胡平回答說 其實中共這種獨裁制度 就是在沒有什麼人支持的情況下 獨裁者一樣可以坐得住 就像斯大林和毛澤東晚年 周圍的人都不滿意他們 但也無法聯合起來反對他 只要反對的人互相都是孤立的 每個人都會擔心 如果我出來反對 他會不會出賣我 結果都是不敢輕舉妄動 那他獨裁者就做住了 但習近平要想一直坐穩大位也很難 他稍微一不注意 或者底下有人做事很魯莽 沒有想周到 不顧死活 突然出個事 這都是完全可能發生的 他說 顯然他習近平沒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怎麼能長期坐得穩呢? 他周圍的人也不是傻瓜 所以他很緊張 到哪去都戒備森嚴 就連去香港都不敢過夜 發廣問 那也就是說 二十大本身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看頭 但習近平權力卻是脆弱的 胡平回答說 這是毫無疑問的 習近平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其得罪上層的人得罪太多了 他怎麼還能永遠坐得穩? 所以 如何控制不出披露 就變得很要緊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 轉發和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您稍微收索 請您訂閱我們嗎? 本直播應該 Manh novel聲 請